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Sports Channel Neo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张锡哲在第七轮中车的表现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进入比赛的视频 观看他的表现吧 最后射门摆动腿这一下 看 最后这一下没有能够打正球门的目标 这是裁判不判的一个依据 如果是一开始收着 这时候团圈张开了 那就就是避判无疑了 另外就是第二个动作 去年七月份球队要把他请回来 结果呢 在下半赛季 去年下半赛季 朱雅连赛里面 刘昌的请教练有这个习惯 当时亚森 对吧 也是走了又回来 二进攻 二进攻 充分展现了那句话 当你失去的 别拉拉过来 通过上半场的表现 可以看出张希哲的状态不好 拿球次数较少 传球也没有什么威胁 转播也没有给出多少画面 中场休息后 主教练直接用铃棚替换出场 让其休息 后面再战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后面呢 我会继续关注张希哲 在赛场上的表现 如果你喜欢张希哲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谢谢收看 再见